正浩 你们过来一下 走 走 没什么问题啊 姐 二组关来喜家 土地已经流转 做了食用军大棚 按理说 就算二老不参加劳动 只领分红 也不至于是贫困户 还真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 他有四个子女 但是赡养废治也来是空的 儿女不养老的情况有 为了享受低保 无疑你瞒孩子给钱的也有 我建议啊 不要贸然走访 尤其是不能我们三个人一起 会打草惊蛇 你当破案哪 打草惊蛇至于吗 正浩说得有道理 笑语迟 你去二组溜达溜达 重点看看 二老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疾病 另外 他的四个孩子 有没有什么残疾之类的 没有 秘密侦查 没有 没错啊 没有 没有 没错啊 没有 没有 没有你许我干啥 听你话的意思 难受了 没错啊 没错啊 你们工作队来查官文龙 都没挨揍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是六号雕 非来非去 姐 这官来洗大有来头 不用这么侦查 全村人都知道 她什么人啊 你猜 往哪方面猜 她和三道盒子的一号人物有关系 不会是官文龙他爸爸 还真是啊 差不多 他亲叔 官在这个村是大姓 有亲戚关系难免的 重点是他们家生活条件怎么样 这官来洗啊 是三道盒子有名的首富 四个子女全在城里边 他一年也就回村里边三个月 剩下的时间都在城里边住别墅 就算他回来 也是带着保姆和司机一块回来 这也太不像话了 难怪有精准识别回头看 看来确实有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